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眼 我是李清源 近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 因提到9亿的中国人民而引发热议 在3月3日发布的视频中 蓬佩奥强调对全世界来说 中共是一种比纳粹更大的威胁 并且蓬佩奥不同意继续让中共 待在世贸组织中运作 他还说美国应该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 然后采取适当的行动 这样就能够促使中国内部 演变出一种不同的领导层 这对美国有好处 对9亿、10亿中国人也有好处 大批网友称赞 蓬佩奥对中共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 一些网友则注意到 蓬佩奥提到的中国人数 对此有网友留言说 9亿我以为中国是14亿人 老蓬应该知道些什么 蓬佩奥的话也让人想起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大师近期的警示 1月15日 李大师说 三年多来 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 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 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 中国会死5亿人 另外 目前的种种迹象显示 中国的人口问题迫在眉睫 今年1月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2022年年末 中国总人口为14亿1175万人 这是官方从1961年大饥荒结束以来 首次承认人口降低 但分析说 中共这次数据依旧造假 在中共全国两会上 政协委员贺丹提案说 应该给生育的大学生提供生活津贴 同时支持硕士博士生的合理生育安排 外界认为 这恰恰反映了中共当局 对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危机的担忧 还有报道称 中国正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 而随着新生儿人数减少 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幼儿园招生 从以前的孩子追着老师跑 变成了老师追着孩子跑 报道还预测 因为生源不足 未来将迎来幼儿园倒闭潮 分析指出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开始引发现实的危机 针对台海问题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3月6日在华盛顿邮报举办的论坛上直言 收复台湾是习近平最大的野心 但鉴于习近平正步入第三个五年任期 并计划长期掌权 中共武力犯台的时间点尚不能确定 但博明认为 习近平正在为备战做准备 包括通过旨在动员社会 建立后备能力的新法律法规 以及在各地建立战地医院等 此外习近平还不时通过求是等 中共权威看物透露他的军事化目标 博明警告说针对目前的局势 目前美国拜登政府会严格划出红线 不仅针对中方企业还会对试图卷入俄乌战争的北京当局实施更严厉的系统性制裁 从而防范中共的战略性扩张 另外面对台海的紧张局势台湾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6日的台湾立法院外交级国防委员会上 国防部长邱国正被质询 对中共军事预算增加及目前两岸情势的看法 邱国正指出 对于中国的动态 国防部一直很注意 共军预算历年来一直在增加 但今年做了特别的调整 这是其在为将来对台动武做准备 邱国正说 共机经常逾越海峡中线 并在台海周边运行 中共试图将此常态化运作 而理由则由他们来编 他觉得中共似乎一直在等待 台湾有任何可以让共军师出有名的理由 不过只要有航空实体进入一定的界限以内 国军就要做自卫反击 比如当对方逼近12海里的领海领空时 国军就要做准备了 进入12海里领海界限内就要射击 邱国正还强调 国军平时就有在做存放弹药的检讨 也在做战备盘点 弹药存放不管有无国外兵器和装备来 自己都要检讨 很多事情的规范都在战备整备的范畴 不用等到美军进入后才做讨论 根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 习近平3月5日在中共人大会上首次发表讲话时 说中共要靠自己解决两个关键领域 一个是保护饭碗 另一个要支持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但此番言论却凸显出中共面临了多种困境 据悉由于美中关系逐渐恶化 加上中共清零政策和仓促解封带来的不良影响 让外企对中国的商业环境信心大减 目前已经出现大量外资离开中国 还有很多企业将生产转移出中国 部分企业则在计划供应量转移 还有晶元业内人士表示 中共计划花费巨资 帮助晶元业克服美国出口限制 但由于无法取得先进晶元制造设备及相关服务 中共很难发展国内晶元产业 据新华社六支报道 习近平在讲话中还罕见点名美国 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于中国实施全方位围堵打击 给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中共领导人一般是不会在公开场合 直接批评美国 习的言论标志不同寻常的转变 对于双边关系表达出悲观看法 华尔街日报报道 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客座研究员 雪莉哈吉斯说 中共领导人讲话经常用不透明的措辞 而习近平可能正在寻找新的方式 来解释中国日渐严重的问题 不是承担责任 就是转移责任 3月7日在中共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外长记者会上 针对目前飙升的美中紧张关系 中共外交部长秦刚表示 如果美方不踩刹车 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脱轨翻车 必然陷入冲突对抗 外界认为 无论是习近平3月6日 在中共政协14届一次会议上的说辞也好 还是秦刚中共两会的首秀也罢 都是把中美关系走向冲突的罪责 推给美国 推为给美国对中共的围堵和打压 这里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 中共在经济全面下滑 地方政府财政走向崩溃 民众抗议事件一波接着一波 中共维持政权日益艰难的时刻 中共试图转移国内民众怒火 从而树立一个宣泄的标靶 接下来估计最大的宣传动作就是 打倒美帝国主义的事情要回来了 不仅如此 在国内 中共正在制造舆论宣传公式和铺垫法律措施 正在将中国带进一个战事状态 外界多认为 美中两国正在从竞争关系 变为敌对关系 有分析指出 习近平在这次两会期间 进一步极大权于一身 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 习终有下台的一天 中共当局不想让中国人 有集结起来的任何机会 或者有所谓的反对派诞生 但习近平的权力越集中 危险性也越高 目前的情况代表 中国很可能会进入一个 极不稳定的时期 还有消息显示 中国的金融危机迫在眉睫 自去年中国多地的银行 都传出限制取款的消息后 华尔街亿万富翁 莫比尔斯最近透露 中共正在控制资本外流 自己在上海汇丰银行的钱 已经取不出来 他警告说 投资中国必须非常非常小心 该消息也引发有关中国银行 是否会爆雷的担忧 外界警示说 中共经济的表面光鲜已经结束了 他买下的地雷导火索正在冒烟 俄罗斯去年实施动员令后 不少俄罗斯动员兵被送到前线去 但侵略乌克兰却接连受挫 近期战果屈指可数 现在连俄罗斯的军事专家 对目前的战况也感到十分担忧 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 三日 两名俄罗斯动员兵的家属 向反政府新闻媒体透露 2月27日 由伊尔库斯克征召的动员兵 组成的1439团 在毫无准备之下 被派去攻打 顿内茨克州附近的乌军阵地 结果短短两天 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军团几乎是全军覆没 只剩下两名伤员幸存 其他动员兵不是阵亡 就是命不久矣 一名俄军无奈表示 自己只有一周的修养期 实现一到就要再回到前线 报道称 1439团的动员兵 不是预备一人员 他们大多是没有军事战斗经验的 建筑公司机 另有消息指出 在过去四天的巴赫木特战斗中 俄军损失了3000多名士兵 他们大多是罪犯和征召入伍者 这些动员兵成了拖延乌军的炮灰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韶伊古 7日在会议上声称 北约增加对基辅的武器供应 并没有让乌军在战场上获得胜利 反倒是损失在加大 然而在韶伊古指挥下 俄军过去一年 在乌克兰出现了三次羞辱性撤退 接近20万名俄军被杀或受伤 面对目前的情况 俄方专家也倍感忧心 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节目中 一位军事专家表示 随着西方每次供应给乌克兰武器 乌军都在获得更多的进攻作战能力 所以时间现在是站在他们那边了 这位军事专家强调 在我看来 我们必须尽快结束这场冲突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